第2160集 嗯,我是在胡说八道吗? 我是说中了你内心最恐惧的东西吧? 不,不是,没有,你胡说 何正还是在极力地否认着 你的能力应该是来自于一小段 上古遗留下来的剑墓吧 叶好寻又是我一抓 只见一小节剑墓 从何正的眉心处移出 然后这节剑墓渐渐地放大 众人的精神一震 他们明显地从这一小节的剑墓上 感受到了无比强大的天地灵气 啊,是剑墓,真的是剑墓 霍君几乎是惊呼出声了 这可是上古遗留下来的东西 天地间恐怕仅此一劫吧 没错,正是剑墓 你所有控制植物的能力 都是来自这一节剑墓 治愈者还真的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叶好寻,你闭嘴 何正怒吼了起来 这节剑墓应该是不属于你吧 六岁但因为你的记忆来自于前世 所以你比起一般的人更加的趋于成熟 我觉得这块剑墓极有可能是出自你同龄人的身上 而你,是从别人的手上夺过来的 闭嘴,你胡说,这就是我的东西 让我来看看他的记忆吧 思青兰突然说 何正,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正常 你的内心一样 我想,这跟你自己的遭遇有关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能看他的记忆 能看 但前提是,他同意 冥想者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他会同意的 你就开始吧 休想 何正宁笑道 思青兰你休想 思青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右手虚空向前一抓 就要进入何正的意识 何正当然不肯让他进去 他正要反抗的时候 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紧 他的意识却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只见叶好轩还坐着向前 一直点出的动作 就算是再傻 他也看出来了 这是叶好轩在搞鬼 叶好轩,你在搞鬼 何正愤怒地吼道 我说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 不管什么事情都由不得你 你会后悔的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如果威胁有用 那我真的活不了这么长时间 可惜的是 没用 接受现实吧 你反抗不了 不 何正思叫着 他的意识一片灰白 一片灰白的片段浮现在脑海中 那年他六岁 他的同胞弟弟从后山回来 手里带了一截木头 这截木头就是贱木 他弟弟的年纪根本就不知道贱木是什么 更不知道这散发着隐隐荧光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何正知道 他两眼放光的就要从弟弟的手里拿来这东西 但是弟弟不肯给 暴怒之下的他 把弟弟推入了后院的水井里面 从而得到了这块贱木 把其占为己有 得到了贱木之后的他 把自己伪装成了觉醒者 从此以后备受关注 一路直上 而他的弟弟则是被认定为师族落水 成为了一个无主的孤魂 轰的一声响 何正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浮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串着粗气 而一边的人 眼神都有些异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段过往了 他觉得自己在众人的眼前 根本就没有一点隐私可言 他抬起头来 冰冻的眼神扫过了所有人 然后他笑了 你笑什么 叶浩轩有些莫名其妙地 看着这个家伙 说真的 刚刚司清兰说了他所见所闻之后 众人都是震惊的 六岁的孩子 能把自己的弟弟推进井里 这就是一个恶魔呀 虽然他有着成年人的思想 但这同样不能让人原谅 我笑 你们这群伪君子 何正抬起头 他睁大了双眼 盯着眼前的所有人 他恶狠狠地说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没错 剑母不是我的 这些东西就是我从我弟弟手里抢回来的 而且为了抢这东西 我还把他推到了井里 何正宁笑道 东西既然已经到手 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他可是你的弟弟啊 叶浩轩有些想不通这个问题 正因为六岁的孩子什么事情都记得 我靠着这剑母飞黄腾达 他心里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的 何正宁笑道 我为了不让他怨恨我 为了不让他坏我的事情 所以我就只有把他给杀了 我让他死得彻底一点 师哥很角色呀 叶浩轩微微的一点头 这么多你了 你难道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愧疚 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愧疚 你觉得我这种人 他会愧疚吗 的确是我想多了 你这种人还真的不会愧疚 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狠人 人不畏及天诛地灭 我只是为了我以后更好的发展 这有错吗 更何况这是剑木啊 天地间的瑰宝 刚才见到他的时候 你不心动吗 何正向破军一指 他喝道 你们都不心动吗 我不相信 破军脸一红 的确 刚才这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确实是有些心动的 但是现在被人这么指出来 他是有些尴尬 所以我说 你们就是一群伪君子 何正歇斯底里的吼道 这家伙是怎么混进天宫里面的 叶浩轩简直有些无语 天宫 他对人品的要求是极言的 这家伙的样子 明显不符合天宫的要求 谁知道呢 破军有些无语的说 这明显就是一个心里有严重问题的人 当初他是怎么进天宫的 伪装啊 除了伪装我还能做什么 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 只要你伪装的足够好 你就能瞒过一切 不是吗 我这些年我都是靠伪装过来的 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呢 一行人面面相觑 大家都无语了 这家伙就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呀 不过想想也是 为了不让他弟弟阻碍自己的道路 他甚至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推进井里面 这种人本来就是吴夏县的存在 你还指望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吗 想不到啊 外表也像是个人 但是内心跟蛇蝎差不多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摇摇头 叶浩轩 你觉得我是一个伪君子对吗 那你呢 你不一直也在扮演着天道扮演上帝吗 啊 你真的以为你的曙光医院 可以救万民于水火吗 你真的以为你是天道吗 我自认为自己不是天道 但是 我在做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去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 你觉得这有错吗 有错 你这就是在扮演天道 有很多人本来就是该去死的 但是因为你 他们活下来了 而你给不了他们生活 你给不了他们希望 到最后他们还是逃不过天道的轮回 你觉得你不是在扮演天道吗 啊 你说 我跟你这种人真的是说不通 叶浩轩有些无奈的摇摇头 你认为的东西和我认为的东西不一样 哼 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跟你本来就是道不同啊 何正挣扎着站起来 他恶狠狠地看着叶浩轩 信夜的 今天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记着 来日方长 我定会找你报一件之仇 哼 你觉得你今天还能离开这里吗 胡军冷笑道 天真 哼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谁天真了 你们真的以为我没有一点保命的手段吗 何正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一挥 但是挥完了之后没有一点作用 他大吃了一惊啊 又是一挥手 他本来是能以植物的状态顿走的 但是呢 现在他所有的力量 在这瞬间仿佛都消失了一般 他不管再用力 还是无济一失 你所有能力 都来自于剑墓 现在剑墓没有了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招能师出来呢 你 你把剑墓还给我 何正这才想起来 叶浩轩已经强行 把他身体里面的剑墓给剥夺了 现在他是没有一点力量 你说还你就还你啊 你真当自己是谁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右手一招 两根藤腕就缠到了他身上 何正瞬间便不能动了 胡军 把他先带下去吧 好好地看着 回头到总部再给他算总账 是 胡军点头 他带着何正走了下去 何正虽然是一脸的不甘心 但是他也无可奈何 没了剑墓 他现在就跟一个普通人一样 破军前辈 剑墓就交给你保管了 叶浩轩随手把手里的剑墓 扔给了破军 这 破军倒是吃了一惊啊 他连忙伸手接住了剑墓 叶浩轩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 他一时半会儿还有点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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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 这 这是什么意思呀 破军一脸迷茫地看着叶浩轩 这东西我留着没有什么大用 倒是破军前辈应该会大有用途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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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给我了 破军吃了一惊 紧接着 他简直要用狂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剑墓是什么东西 作为悬术高手的破军自然知道 这东西对他用处大着呢 之前的合政这简直就是暴天天物 只用他幻化出异能 这要是在破军手里能发挥出大作用 厉害的东西只有在厉害的人手里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羡慕在合政的手里 只能让他装作自己 是能力觉醒者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但是在前辈手里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前辈能将他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的 叶先生 以德服人 老夫佩服 破军的这句话 是心悦诚服的 他真的是 被叶好轩所折服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叶好轩说送就送 这换了别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好了 大家都休息吧 这几天都挺辛苦的 在这里修正几天 我们再回龙部报到 你能把贱母拱手相让 就真的一点也不心疼吗 思青兰问叶好轩 这有什么好心疼的 贱母是贵重 但是在我的手里 也就是一截木头罢了 但是在他手里就不一样了 他能把贱母最大的作用给发挥出来 所以这东西就算是送给破军了 又能如何呢 好吧 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豁达的一个了 思青兰是满脸的佩服 换了其他人 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啊 想想也是 这种天才地宝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会想尽办法地据为己有 但是叶好轩却是给了能用到的人 但是这一点 就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你这么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是在夸你 而是在这个世界上 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你的权杖怎么样了 已经差不多了 家族里面的练骑师已经出山 各种材料已经准备好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个月就开始铸造 你们家族里面居然还有练骑师 叶好轩有些意外地说 这可是一个失传已久的职业啊 作为一名单师 你不同样隐藏得很深吗 说真的 和你这种人打交道 我感觉有些累 我觉得在你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秘密 冥想者的眼里没有秘密 可惜 我们这一脉传承 已经将近消亡了 我们私家 算是最后一脉冥想者了 圣圣摔摔本来就是正常的 你为家族做了这么多贡献 以后执掌了私家 冥想一脉 一定会在你的手里发扬光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